前期伤害真的很高 对 就要看双方怎么去在上中野上去防护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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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现场的观众为我们的选手带来这样的加油呐喊 是的 两边目前的开局是没有入行野区 因为辅助的原因啊 所以他们可能在一级都不会动手 是的 但九筒的开局可以注意到 他是在F6处已经站好了 有可能是上半去开 然后往下半去压 因为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一个结果 就是你的下路不太敢去推线 因为其实EZ跟卡尔玛 他们前期战斗力还是蛮紧的 是的 如果你在前期一级左右的时候 去压你TOP的话 TOP确实这两个人双人组没办法 所以如果九筒的开局 能够制造出京东下路不太敢推的一个局面 那这就是京东TOP的前面比较想要的结果 这边的话都是选择一个 然后就红开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要看看九筒在打完红之后自己的一个动向 如果说他吃完F6的一个情况下呢 他就要看看自己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下面H 因为这样的话 能快速到达一个等级上的一个提升 而至于这边蜘蛛来说的话 要看看打掉这个红之后 如何去做一个选择了 蜘蛛这边是 他应该不会开F6的 他很想去干卡 因为他很少见说打野在前期就单开 然后去这些选择 两边打得很凶 打出了自己的被动 现在的话不敢于再去平A 奈特现在在线上打出了很多的优势 对 奈特打出征服者之后 上去平A了两下 细节做得很好 是的 虽然都没有削弱 但这个英雄不断地证明自己 他的上限有多高 这个英雄在不敢乱可言比赛里 成长性很足 中路已经是打出了一个血量 由压制利用射程再平A一下 这个距离正好拉到 然后加利奥是已经 依旧被打到了半血 主要是爱欧尼亚热成 开启的一个情况下 一定要去注意跟他对拼的一个情况 因为很有可能 在你计算失误的时候 再接一个QA就会被收下来 对 加利奥打 刀妹不太好打的一点就是 刀妹晋升他 加利奥的异技能就废了 他就不太好走了 但是我倒是觉得 Top这边的话 如果说他要选择一个维克托 那么他的一个辅助 会不会选择一个消耗型 可能会更好一点 就是可能哪怕是去选一个 类似于现在版本合伙的火男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 我觉得可能Top的 他是对小熊比较自信 是的 就是因为他的阵容是 比较去开团嘛 只有一个酒桶 他比较自信的就是可能 这一场小熊熊熊他的开战就够了 所以在辅助位 没有偏向于比如说 开战的加速消耗或者是控制 都没有添加 而是添加一个保护性的英雄 而且包括其实像是这样的 维克托去打下的话 对于辅助的一个控制性 可能要求会更高一点 其实之前我见过 有时用维克托去跟布隆配合 对 相当于就是基本上那个人 只要被布隆的背增挂到 基本就走不了了 对 这场可能就是Top的 比较谨慎的就是说 我的维克托只要拿出来 他发育起来 他就是一个中期 非常强烈的角色 只要发育不被压就够了 并且这场打野也有在前期 做一些小的一个方针 去往下半区去压 所以其实确实你看京东 他有时候还是比较偏向于慢速 他并不是说很快很压制的 去往里面去推进 没错 其实现在伊泽瑞尔 包括像是飞机 现在也有一种 要回归于中路的一个趋势了 好 飞机我记得之前有加强过 有加强过 而且现在有选手 是用伊泽瑞尔去打一个中路 打一个AP流 消耗非常非常的强势 因为这个版本 其实首先是伊泽的W 他现在是可以附带的 一个伤害比较高 比较夸张 其次的话就是他的大招 这个版本他的大招已经是不会 就是他打英雄的话 他是不会被降低伤害的 是不会地点啊 对 他不会被地点伤害 他是全额伤害 打在所有人身上 所以其实APE你这样说 确实没错 好 但下路好像目前有一个 比较优势的一个玩法 就是开启 这边比双人定住情况下 再接Q技能 这边直接抬起来 开启了这边的一个掠势者 往前直接冲过去 但是没有太多的机会了 好 但其实又是打出了一定的血量 而且现在架料已经是没血了 伊丽丝绕过了半圈 有机会 有机会 这一波当面再往前一点 确实有机会 但是这边有很大量的兵线 而且就是由九冬也来了 那这波当面可能是不会被抓到 结尖也是空掉 打在一个小兵身上 E技能是躲掉了 九筒的肉弹冲击 但还是要交出闪线 没有想到自己的话 也是把闪线逼了出来 其实这一波的话 耐特的一个W技能 释放的时间非常的到位 我知道你这边来人了 我吃你的超黄 但是我W技能抵挡掉了 非常多的伤害 这波主要是九筒来的时间 恰到好处 来看一下这边蜘蛛的一个符文情况 还是一个电型的蜘蛛 打前期的伤害为主 没错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版本 我们今天还没有提到 就是这个版本 基石符文 我们记得之前基石符文 如果你想拥有额外生命值 你就得点坚决 如果你想有额外公司 你就得点精密 现在可以自己去选吧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可选择 可以在你选择一些 基石符文的效果之后 自行选择额外的属性 是的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是改造非常不错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刚才蜘蛛还有点到一些攻速 增强自己帅的能力 可选进很高 刚才战的话也是尽职尽责 直接一个支 规避掉了对方的一个RQ伤害 对 你确实说实话 就维克多的这种长手 拿出来之后 就下落好像 完全不会受到 EZ和卡尔玛的压力 就感觉Top这个阵容 选上来之后 你就感觉一会儿团战的时候 就是 只要你这边京东集火谁 他们就吃谁 然后这样的话 也能保证自己阵容上的 一个完整性 对 维克多已经是 胜利的发育到了自己的 第一个进化 是的 进化完之后 升级了自己的E技能 对 应该是升级E技能 他点的技能也是主意的 是的 因为下落还是比较偏向于 兴现发育 上路可能是要打单点的偷钱 尝试一练没有练到 所以你看这一场比赛 其实Loken也是点得 傲术会心的符文 没错 而没有选择一个兴现于找 是的 因为下落确实压力比较大 而上路 我们刚才一直有说的 鳄鱼打刀妹是没得打 但是换回了厄加特的贵战之后 鳄鱼就要有点位置了 而且鳄鱼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在于 它一个中后期的作用很低 而且就算是说 如果说真的 一个到达一个后期 比如一个两件套的刀妹 再去担待的情况下 是不惧怕你的了 对 我说实话 这一个鳄鱼算是中计 算是中计 因为你其实Top前三手 全亮出来了上中演 就让人感觉 这个好像我这个对线鳄鱼 拿出来就无敌了 但没想到 它的最后 来了一个惊天大的逆转 对 我觉得是鳄鱼 现在这场比赛 确实比较尴尬了一点 其实现在鳄鱼 刀6的一个情况下 如果和这边的鳄家特去打 不一定有太多的忧虑 因为鳄家你看 他已经换成了点燃 没错 并且他自己也有一个大招的斩杀 而且自己的话 也是出了这样的一个 减cd的装备 来加强自己对线上的 消耗能力 球中前期 一直在掌控对方的野区 你可以看到下半区 红区入口的一个野 这个野做得非常关键 这个野的话 就等于说你前面 就算是想偷龙也好 想去干个中路也好 都很难 没错 但这波应该是鳄鱼的推线 它的推线优势 导致了这波Flawless 成功地把这个红buff给反掉了 如果说这个红buff反掉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对于AP的一个打野来说还好 如果说这样使用的话 可能根本就是损失一些 自己的一个野区上的一个资源 但是这样的话 要看想办法 能不能去控住这边的下路的一个地图资源了 对 它要往下靠 现在已经是来到了对方的野区 先清掉河道的野 是的 而且中路这边是没视野的 加里奥这个位置其实是非常深入的 但想一想辅助不在 这不还是算掉 感觉牙膏这边的话 这波推线回去 应该是要回家补足一个装备 因为这场面对着高昧 所以他还是要做一定的坦装 应该是要奔着时光去 但是时光的话 应该现在做不出来 对 现在还差一点点钱 还差钱 是的 先做一个爆裂魔杖 好 这场比赛 因为其实我们上两场看到的加里奥 都是火箭腰带加里奥 是的 因为这个版本法强加持提高了 它Q技能伤害额外伤害也提高了百分比 所以做纯AP的会收益更大 但这一场他是不太敢这样做 对方的AD输出 以下打到他身上他有点吃不消 其实之前就是在佳聊刚开始改版的时候 然后有个朋友给我发信息 就说这佳聊没有办法玩了 说R技能已经削的没有用了 我说他现在最强的一点 是在于Q技能的一个加强 推线能力的晋升的同时 而且E技能 现在相当于是和闪W是一个效果的了 对 他E技能的弹道速度提高了几百 是的 算弹道速度吗 也不一定算 就反正他的施法速度 冲击出去的速度 对 冲击速度是非常快的 对 冲击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其实在团战的时候 如果拖到你没有特不自保能力的ADC的时候 其实是你反应不过来 TOP这边是抓到了一个机会 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条封龙 确实前期没有招到太多的机会去打 除了中路之外 其实其他路里说实话 现在强行去干 可能因为都有闪的关系 是的 很难造成击杀 那不如先抱团把这个龙面拿掉 因为其实你现在发现维克多 他进化了自己第一层的海克斯科技之后 他的下路推线已经是反推回来了 是的 在面对卡尔玛以及EZ的兵线上 能反推的话 这是TOP的第一步 他能够把这个兵线优势给占据到 那接下来塔姆才有利用大招游走的攻坚 现在对于弗劳里斯来说 最重要的一点 其实不是守住自己的野区 最难的一点是 现在要不然他是要帮这边的ZOOM打出优势 要不然帮牙膏打出优势 如果现在这两个点上 没有任何优势 是一个军事的情况下 在中期打团这边的京东的阵容 输出是绝对不够的 说实话 就是他这个阵容 就不能超过25分钟 他这个阵容就超过那个时间点 就自然而然是一个往下滑的 或者要不然就是等对方没有AD的情况下 我这边的EZ是一个完全成型的一个状态 或许效果会更好一点 就是一个三天套的情况下 对 EZ是两天半左右吧 那个阶段 如果京东能打出优势的话 那还可以打一打 那在那个之后 可能我觉得需要考虑说去稳一些了 因为他现在不接弹 我觉得是没问题 就主要确实你看到 两边下落在互推线的过程 真的是你来往往 没有任何特别明显的优势 所以其实现在防御塔 依然是没有被磨太多 这边EZ能穿过来 打一套定在原地 眩晕过的一个情况下 但是可以发现墨鱼的血量 是非常的厚 而且回身的话 再给你一个引燃 消耗掉了这边Zoom的不少血量 Zoom这一波消耗并不是很值 而且他手里还有个虚弱 没错 好 下落的话 刚才可以看到Loken的手里都蛮高的 Loken现在是一直用他的射线 这边取消耗一边中路 球到处抓到了一波闪现过来 是打出一个伤害 这时候的一波又是没有闪现的 还有佳良跟大招应该是被死了 要登场了 是由蜘蛛拿到了一血 是的 其实这就是刚才我们接着话题所说 弗洛丽斯终于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如果说鳄鱼或者是这边的佳良 在前中期没有太多优势的情况下 会导致自己在中期打团的时候 鳄鱼进场秒不掉后盘 而且主要是现在这边 可以发现Top没有一个典型的后盘 都很肉 对 好 那上楼也是趁机拿出 拿到了160块的镀层奖励 是的 那其实问题就在于你下楼 其实我们刚才一直有观察下楼的推线 已经是由维克多获得的优势 他们现在下楼如果没有人管的话 接下来下楼一塔也是会被慢慢的磨掉 所以京东要么就去帮下 要么就继续利用夏里奥 以及说往上半区走 把这个上半区只剩三层镀层的塔给推掉 不然你看两边不换塔的话 其实现在上下两三层的肚子 肯定是由维克多这种长手的更快的推掉 不过这边的刀妹是已经做出了提阿玛特 配合一个水云鞋 在中路对线这边的加里奥的时候 现在已经不是很虚了 对 甚至是有一定的优势了 但是现在经济转化成为场面上的优势了 来 京东有动作 他是换线了 这个时间点的话 维克多是有TP的 要来抢堆 刀妹也是有TP的 看一下是选择换线还是选择会战 看一下 操破是没有用TP 那应该是选择了去跟你换塔 而且主要是自己后面的话 没有任何的眼位嘛 就算TP过来 效果也不是很好 是的 上路因为是三个人的缘故 所以推得稍微慢了一点 因为是有额外的防御的机制 但是因为下路也确实说实话 这两个推线也挺慢的 推大也挺慢的 这边的女双人再次找到 配合着自己的一个杜朗胡盾 是成功的拖鞋 是 这样换线非常地成功 成功是把上路的一卡给拿到 而且他们是可以转到峡谷先锋 把这个峡谷先锋打掉 但是峡谷先锋几乎打一般难过 并且塔姆也有大招 是的 所以京东还是选择放弃 主要京东是看到了 对方下路的一个消失 就是不敢于再去进行一个 峡谷先锋的继续的击打吧 就这一首塔姆我觉得还是 他的考虑确实也有一点 就是说你VP的时候 考虑到了加林奥 以及他如果去逼你的 中路逼你上路的时候 你的下路能不能支援到 对吧 这一波Loken的一个细节处理 处理得很好 就相当于是我先暂缓一下 自己下路的一个推进 不让你拿到这个峡谷先锋 因为如果说让这边京东 拿到峡谷先锋 去破坏你中路 甚至是上路的二塔的情况下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而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Top来说 是没有任何的损失的 所以他们如果游走 是用消失的一个视野 是直接吓到了对方 没有让京东继续去打 下一条龙已经刷新 但是一条峰龙 虽然峰龙这个版本 有得到加强 但确实峰龙一直是 属于赵河神峡谷的玩家 不太乐意见到一条龙 因为他除了加速之外 没有太多其他的效果 而且在之前的话 训练这个 主要这个东西改了 又改了一下 这现在只给额外急速 但是不给额外攻击力了 就是不会转化了 对 不会转化攻击力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可能是大家对峰龙 没有那么钟爱的原因 没错 那中路幻线过来 依然是要承担 维克多现在成型之后的 一个推协速度 现在维多确实加强之后 他走AP路线的一个玩法 比走坦克路线的玩法 收益更大了 两条峰龙握在手 哪路都能跟着走 那依然是他金钟不太强 去接的一波龙吧 是的 如果下掉是火龙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要尝试一下 其实两条 红龙还挺重要的 转线上很强 其实对于TOP这个阵容选下来 来说的话 转线 单带 包括一个绕后的一个团战能力 是很重要的 现在比赛进行到了15分钟 两边的经济差距的话 基本是一个直屏的 TOP这边暂时小小领先 现在是一个时间点 因为其实现在你的蜘蛛 也做出了法穿鞋 然后九筒也同样 就两边打野这个前期的AP出装 就导致这一波 是他们最强的一个战力 他现在应该是能够一个人去配合 就一套应该是能够 把对方的手续给打死 TOP现在最主要的一点 是要在25分钟之前守住 就不要给这边的京东太多的机会 因为如果现在的话 包括鳄鱼和家里奥 一个作战能力是很强势的 但是如果说真正过了25分钟 接近30分钟的一个时间 TOP这边的一个 算是一个半肉的阵容 就每个位置上 都是一个半肉的情况 所以这样的话 会导致自己的阵容 是非常地扎实的 而且我觉得重点的 一闪大招过来 一天一啪瓶一惊 直接带走 Logan拿到人头 哇 这波熊熊帅帅帅 小熊这波也是一个核弹桶 直接拿下了这个人头 是 那这波中路塔 是可以把银银推进去 稍微耗一点 但没有关系 主要问题还是在于 所以他们要把目标 转在峡谷先锋上 对方简缘之后 峡谷先锋逼到 对方的一个暴团 应该是京东 不太好去接的一波团了 但现在这边的话 一技能再次捆到正面 还想开直接飞天起来 正面的话 TOP的站位还算是不错 炸得非常的紧实 这波打了一半不打了 那这样的话 京东要接这个下古线风量 还是三天雪 但是现在接的话 有点危险 有元素优势 但是不太敢打 因为这时候的Loken的状态有点差 但是京东也不敢 人还不在 打了六百血 最终还是让蜘蛛惩戒了下来 这波TOP 我觉得他们选择是有点犹豫了 因为他们在这波爆团里 并没有说直接果断地去开战 在这波消耗里 反而是让自己的Loken 掉了很多的血 所以不敢接了 TOP这一波的一个选择上 对于选择来说确实是很果断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有两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是在于 选择刚才是用自己的一个一闪 去打开这样的一个局面 但问题就是在于 一会儿比赛到达了 20分钟的这个时间点上 他没有 先看一下这一波 选择 选择 但确实这个版本的外塔 从3000雪 提升到了5000雪的雪量 所以选择的最低1500以上的一个伤害 其实倒是没有那么夸张了 还是继续刚才的所说 就是在于选择如果说待会儿 没有闪现的一个情况下 20分钟在大龙团附近的一个 眼位上的一个排查 甚至是开团 将会成为一个最大的问题 可能是比较担心说 在作业方面 或者是强开团的话 也会弱势一些 看下这一波 全球的精彩发挥 一闪大招炸回来 一套配合维克多的QAE的带走 基本就在飞行过程当中 就已经被斩杀掉了 对 主要后面 我觉得差不多没做好的 就是Loken的血量 Loken那边站位的话 是让京东招到机会消耗了一波 消耗了很多的血量 对 所以导致的是 这波维克多的血量低了之后 峡谷先锋反而拱手让人 所以说如果说 刚才Top的话 用这一个闪现 换掉了峡谷先锋 那么这样的话 在对方的外塔 被破掉的情况下 那么Top会有非常大的优势 但没有想到的 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个犹豫 京东这边的话 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 而且现在的话 在大龙区的一个争夺 对于京东来说 现在 就是我们玩一下 就是设想一下 如果Top这都没有 就是他拿到一下 我先锋推掉中塔之后 他们其实建立的一个点 就在于他们的刀妹 以及恶加他的131的分担 他们在编路就随便玩了 因为这两个英雄 就是这样的英雄 是的 在这个装面 哎 看一下这波大招 哎 这被打断了 那这样是刀妹 以及加利奥的solo 王者PK 但这时候有一个第三者加入 是熊熊过来 不过TP劝退 应该是不敢再打起来了 开启着律师者想去找机会 但是对方的即时支援 也是只能劝退 第三者加入 那是可惜了 我们BUFF这个应该要强行打掉 不然的话 有可能被对方给直接推掉 没错 京东在这一波的会战里 真的支援得非常的快速 好 TP直接交掉 加上侧面卡尔玛的一个加速过来 是完全没有让Top 抓到一波抓单的机会 刚才这一波的话 塔姆本来是想来一个 出其不一的绕后 但是没有想到弗劳利斯这边的异技能 非常的果断 打断了这一次Top 本来想做的一次团队发动 对 弗劳利斯这一波是 真的是非常关键的操作 不然可能加里奥这波 是应该要被击杀掉的 Top这一波是抓住对方回家的一个时期 把中路非常残的京东的一塔顺势破掉 而且第三条风龙也是再次刷新 也是这边Top的囊中之物了 第三条风龙 这有点恐怖了 三条风龙挺恐怖的 现在三条风龙的累积 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京东想避战 那你在远古剧中 那一波刷新的时候 你就真的不能再避了 那一波再避战的话 那Top就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伤害了 现在就是基土成山风雨性验嘛 对 有三条风龙的一个情况下 要看看他们如何 而且接着曼曼所说的 一三一是一个现在Top要去打的一个东西 而且有风龙的一个价值 现在Top的话 就是要看能不能拖住对方 过了他的强势期 跑线快 是的 他跑线快也就是说你反应时间也慢 而这个版本有一点就是 为什么对单代来说优势的就是 小兵的加强 现在在小兵的移速上 是以前我觉得是基础移速 就是固定值 但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兵的移速会越来越快 是的 你可以看到现在 刀妹它移速是420点 那现在这时候的炮车 没进去做它 它已经是达到了快400点 是的 现在其实小兵的移速 已经是非常夸张 所以如果你131单代 把兵线带进去 你的每一波炮车线 进去的速度更快的话 那就导致你回忆的时间是来不及的 也安排不了 下一条龙也是一条火龙 京东这边我觉得是要找机会 去阻挠对方这样的一个 低俗资源的一个入侵了 一定不能再去拱手相让 如果说这样的话 自己很有可能 会被Top这边的一个分带 所带得很难受 对 刀妹现在已经是 把上路的外塔给带掉 靠着单带 它的经济也是领先非常多 而因为这个版本的另一个改动 赏金机制的改动 只要你的经济领先平均值 所以它现在其实也会有外经济 刀妹这一波 好在是没有做出来自己的一个血手 如果说这一波血手成型的话 很有可能Top是要来拿大龙去做一个B团的了 对 那现在你看刀妹 现在它因为它经济领先的平均值够高 所以它的赏金 现在已经累积到550了 是的 对京东来说团战如果能够打赢 击杀掉对方这两个C位的话 一波就翻回来了 Top这边也是不太着急 就是要等这边刀妹的一个血手 再去面对后面的团战 对 而这边京东的话 自己的EasyRail是一个两件套 并且是一个三项的EasyRail 那么在中期的爆发能力是很强的 现在就要等自己的一个小破败 看看能不能加强自己的一个持续输出能力了 说实话就这个时间点 就Easy两件套 然后鳄鱼两件套 大概这个时间点 最多最多就是等鳄鱼穿钻那一波 是的 那一波如果京东还没动手的话 我觉得再往后拖就真的难打了 因为这时候你维克多已经做兵杖了 现在鳄鱼是说句实话 拿这边的厄加特没有任何的办法 没办法 没办法 你看就进不了身 刚进身自己搬血掉完了 就你只能靠W 勉强拍掉这边的一个W的护盾 后续的话 就只能被这边的魔鱼抑制的A 对 这个成长属性比较恐怖 厄加特毕竟他的每一个 看下这波节剪刀 抓了一波穷凶 打出一部分伤害 但这时候对于蟲 支援雷很及时 一个大招 但可惜没有炸中 没有炸过来 伊斯瑞尔的大招也是精准的寡道 但是伤害却是差了一点点 这波是两边打野户修理不操作 但是都没有交闪 都很冷静 现在京东倒也是不慌不忙 就是要去把中国的路线推进之后 想办法去这边的河道处去做一下大龙区的视野 而且你现在Top还不太敢戴 Top现在上路的刀妹不太敢戴 就是现在时间点里 只要担待被抓到出问题 大龙立马就要被Rush 没错 现在靠上半区的人要非常的小心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Top他是 刚才九筒为什么会被抓 就是因为他其实想做的是 对方野区以及河道的视野 保证自己的上路的人的担待 没错 我觉得接下来应该 还是要进行这样的动作 现在Top这边 还是拥有一定的 催线上的一个主动权 还是主要在于Loken这边 还是要等自己装备的一个成型 Loken现在应该是要奔着帽子去 是的 看到这个河道处已经做出来 果然是先排掉野区 然后再让装处处 这边的机会 卡姆被抓到一波 但是有一个灰盾 并且手里的话 应该是有招生技能 直接是用掉成功地走掉 这一波又扛走 确实也是扛掉这一波伤害 多亏是有自己的技能的护盾 其实要喝其他的辅助 可能基本就没了 你看他身上的血条 确实很低的 是的 厄加特 这个时候已经是两个套了 面对鳄鱼的时候 完全不需要担心的就是对线 现在厄加特太好打了 主要现在鳄鱼 有一个很难受的点是在于 他现在带线只能去下路带 但下路有一个一塔的情况下 他永远没有办法 把兵线彻底的压进去 压力会很大 而且现在鳄鱼的话 又不敢去上路去带 因为上路去带的话 自己没有防卫塔 很有可能会被抓 所以说现在的话 鳄鱼只能是发育 看看待会儿的话 能不能找到机会 去秒掉对方的 这样的一个洛肯 但是洛肯又有笨的一个保护 所以说现在鳄鱼的话 可能我觉得要转型一个 肉装的一个形式 来去保证自己 队伍前排的能力了 主要他现在陷入了 一个两难的境地 没错 看他做出了一个战锤之后 好像还是要走一个输出的流派 没有准备做肉 也没有准备做复活甲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蛮拼的 不做复活甲的话 接下来的一波暴团 是很容易被击杀的 那他这一个高飞的战锤 是应该要再做一个幽梦吗 我觉得这会是死亡之舞吧 死亡之舞在这个版本 是有一个改版 他现在是所有伤害都会回去 是的 那先看一下这波暴团 这波龙的话是刷新了 刚才就提到京东 必须要接这一波团战了 EZ已经是有了两件套的同时 这时候蜘蛛也有法穿 其实这是京东最后的机会了 这波如果还不打的话 再让自圆的话 接下来的装备其实会 就整个阵容的输出 我觉得会形成一个差距 因为在这个小龙团之前 这边的EZ续尔 是终于摸出了 自己的第二线和弯刀 那他持续作战能力会很强 但现在的最大问题是 Flawless的血量并不是很好 要看看现在怎么去处理鳄鱼的话 也是深深来直 小龙的血量 还有3400血EZ续尔 大招一刮刮的效果还不错 把黄牌都拐掉一个残血 正面的话炸回来 但是入朗后面开启 有没有机会去嘲讽 小龙的话也是在那等着 到底谁来打我这边 近身开启 危险立场抽了一下 差一点把他拉回来 那这样一波 还是没有留住人 加里奥这边一过来 再去当了四个人 但当面也发出了一个大招 进场之后 初出还没有打 但维克多米 当面已经是拉开了 先把对方的恶血 给其他人热打 当面开始收割 双杀进场 拿到人头之后 在一个E技能比一双刃 拿到三杀 还可以拿到四杀 这波是被Loken抢到的 没关系 直指大龙 这一波的话 还是在于说 Loken首先一个人在后排 成功地处理到了 对方的突进 而这边的东面的话 抓住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首先大招的释放 非常漂亮 再加上自己 对于最后战场的 一个收割能力 配合着提亚马特 再接自己的Q技能 成功地拿下了这一波团战 而且我说真的 就是京东这个阵容 正面打还是挺难的 真的太难了 第一波你看 他是所有的技能 闪现也好 嘲讽也好 全部给到对方的前排 但是没有第一时间秒掉 当时之前咱们比赛说 就说25分钟 是很重要的一个平均点 如果25分钟 京东这一波 没有打过来的话 Top在后面 将会有一个无敌的存在了 因为现在这个问题 你看这一波 我们看一下 加里奥他其实正义中间 进去之后超多四个很漂亮 但后续的伤害可不上了 对 你看问题就是这个 你看鳄鱼 鳄鱼这个英雄就是这样 鳄鱼在正面的会战 在装备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这个大招 额外的生命值 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 说真的 这个英雄在后期 就是一个比较烦力的超级兵 而且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在于京东很想去 冲进后排去打 但问题是在于 当时洛肯去放的那个大招 以及立场的一个位置 是非常好的 阻挠掉了对方 两个前排的一个进场 这波鳄鱼进去 真的挺难打的 那看一下下一波 京东怎么去应对 我觉得京东接下来的团战 唯有真的要想赢 他必须让鳄鱼 有绕后的机会 鳄鱼没有绕后的机会 你正面怎么走进去 你觉得太难了 而且还是要秒掉洛肯 一定要秒掉他 对 要秒掉这个维克多 维克多 维克多现在装备非常的豪华 没错 但是洛肯这边的话 自己的一个大帽子 也是做了出来了 我觉得他后面 如果再补一个法穿的话 基本是一个无敌了 其实刚才 维克多他还有一点 比较关键的就是 维克多路场 还加上了刀面的大招 就在那个范围里 京东可以说吃全了技能 这边的鳄鱼 是选择出了这样的一个 七轮刀 七轮刀 也就是靠自己的一个R技能 来去加强自己的一个打招的效果 对 因为他这样 放空 这一波是蜘蛛要被抓到了 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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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秒表 但这一波是对我能不能帮助到 先打对方那个前排 摸鱼是吃到肚子里成功地走掉 但是这种狭小地形 狗妹是无敌的 狗妹这波进场没有人跟 有点危险 还是被秒掉一千块钱 让鳄鱼拿到了 这波主要狗妹 这个爆炸果实进去 没有道理 主要是在于top的话 其实刚才那个位置 狗妹进场没有问题 队友没有跟上 而是去着急处理自己的 充电场的前排 对 就这个爆炸果实 刀妹进去的瞬间发现 就只有一个人 因为他大招放的效果很好 那这一波 Top依然没有选择撤退 因为京东的中单也被 鸡叉掉 所以Top是想利用 这一波大龙buff的加持 让这个炮车多A几下塔 但没有了自己的充震的刀妹 其实还是选择了放弃 还是选择撤退 而且Top这个阵容 说句实话 最大的问题就是手太短了 推塔的能力很一般 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波回放 看一下先是执着被执到 只能是远离飞天 这波反应很快 飞天起来 再接近身 飞天上来之后 确实没有什么操作空间了 但是交流闪现之后 全部拉开 而且久等这一波大招 炸得很不错 不过 这波我是个人感觉 要是那一条 他其实非常自信 他想的是进来能够切到EZ 因为他有一个比方人 一只大招 因为他当时看自己的大招的效果 放得太好了 对 就是忍不住了 他如果真的能够QG能跟上EZ 或者Karma的话 他隔墙进去之后 他确实能够 一换二 一换一 都是可以做到的 他只要哪怕秒掉Flawless的一个瞬间 只要秒掉一个人 把自己的节奏打起来就有了 因为他是QG能也可以回血 击杀的话 也可以利用凯旋技去回复 所以这波 我觉得是一个年轻人的选择 我可以这样来说 就是他很想去打出这样的操作 而且上一波加里奥的一个 去骚扰这边 Top的一个后盘做的是很好的 对 一个人的话是拦住了很长的时间 而且刚才的话 也是给予这边的京东 一个一千元的赏金在刀妹身上 对 鳄鱼拿到一千块钱 直接回程做了秒表加一模 我觉得这一波其实还是不划算了 虽然是很想秀的一波 但是可惜是没有做到 一千块钱直接是拱手将让 但依然Top的大龙Buff还在 所以这最后的几秒钟 是又重复地把这张伤活他也推掉 现在他们其实是 慢慢地把经济已经累积出来了 现在刀妹也做出了一个秒表 下一波他有秒表 然后自己的打野也有一个沙漏 上单也有秒表 其实这上东野三个人冲阵的能力 是更加强的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一点 要看这边的伊泽瑞尔 下一剑的破甲 到底什么时候能做出来 我觉得他现在是很需要一个大青鱼的 如果说现在没有大青鱼的话 他太难去处理这边的厄加特了 对 他现在是3D到齐了 但还缺少一种收割的输出 我是觉得再出一个破甲效果 会更好一点 所以说现在京东来说的话 如果说他们现在阵容上 唯一让他们还有希望的一个点 就是伊泽瑞尔 这个英雄的话 其实面对Top星队来说 比较笨拙的一个阵容 其实是有一种优势的 因为Top他没有太多的牵手 只有一个酒桶的控制 好 所以后续伊泽瑞尔 是有机会拉开的 好 那又是一条龙 让Top拿到了 这条龙拿到之后 Top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 非常巅峰的一个状态 是的 比赛是到达了31分钟 两边的经济可以看到 刀妹这边是领先了3000 在其他位置上的话 可能只是在辅助位置上 这边的奔 相对来说自己的经济是领先更多 其他位置上基本都是一个 正常情况 鳄鱼这边的话 相对来说领先了一点点 辅助这个差距 主要是过去在于什么 就是我塔姆可以不停地去吃冰 对 不停地去利用生物绝对的效果 去弄经济 不停地弄 他的经济拉开会很大 但卡尔玛不能 卡尔玛烈身的时候 技能权是给兵线清兵线的 他拿不了什么钱 他只能靠那个跳钱 一块一块地在那里跳 所以其实这个经济拉开的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坦克辅助 以及AP辅助的一个 区别 主要是中单 我觉得中单这个装备的领先 让下一波团战 京东真的很难接 这一波兵线清理完的一个情况下 要回家去补足自己的一个装备 那么要为后面30秒之后 大龙团做一个准备 其实说句实话 下一波大龙团是京东 我觉得算是最后一个机会了 你可以看到这边伊德瑞尔 是直接TP到了自己的中路二塔 来保证自己这样的一个兵线的推进 然后来去争夺大龙团的一个事业 而且自己的话是补足了一个小隐魔刀 做的隐魔刀 但是有小隐魔刀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个1300块钱 不如做一个穿甲 来快速处理前排 效果可能会好一点 我觉得他还是有一点比较怕 就是他把刀妹打掉了 他跟维克多队A不了 是的 对他打不过 所以他可能也考虑到这一点 就是因为其实整个阵容 应该还是会围绕刀妹切入这一点来做 就京东应该还是会先挤火刀妹 那问题就是你后面你的输出 主力输出 能不能把维克多给打掉 是的 维克多现在你真的要跟伊德瑞对打的话 其实伊德瑞是不小的 所以你能够到伊德瑞尔这边比伊方是拉到 但是有对手的蜘蛛在侧面 所以TOP是没有准备继续进攻 是的 在大龙区 好在是京东这边是有一个 核刀旋径的视野 这样的话是能保证大龙坑 能够有捕捉对方的一个信息 就说真的其实前面 就TOP获得优势足够大 但你不得不说京东这个止损能力 也真的 真的很强 就你看到身材为止他们这个 哎 这边偷偷摸摸开了起来 就看这条大龙了 已经是被谁发现 但佛罗里斯应该是感觉到了 在打龙速度还算不错 正面的话鳄鱼是有TP的 TP到这边的龙坑里面 而且是不能取消 所以这一波是要强开一下的 先水拉开 先处理对方的一个蜘蛛 蜘蛛已经被发现了 但蜘蛛位置不太好啊 蜘蛛这边是绝对秒掉了 开出一个超越死亡恐惧 恐惧到了对方的一个鱼 家里要直播进场的话 也没有成功的切到 但是EZ这边想敲进去 配合自己的家里 要切到对方的一个刀妹 但刀妹有一个秒表 在一个一定拉开 非常漂亮的一个刀妹 现在全是残选 全是残选 EZ还在走路 但有一个立场 他不再敢跟了 维克多这边是血量非常低 EZ是有机会 但没有视野 差最后一点点的时间 其实E过去有些不太敢 W警队是再次空掉 但是他不知道 都在拉视野 都在拉视野 这波说我们过来的话 是随便让Lokane卡通视野 秒掉比一双人在拉开 打背挡住伤害 一啪平台打出团面 Night两波极限的操作 完成了团阵的胜利 这一波的话 京东也是就靠着这一个草丛 不断的拉扯 Zoom当时已经做好了 捐躯的准备 但是没有想到的就是在于 这边的刀妹 两次一技能的释放 太过精准了 而且他W每一步 挡的伤害都很关键 本来EZ跳进来配合家里 是想把刀妹秒掉 但刀妹利用那一波的瞬间伤害 用W挡住之后 E技能拉开Q技能拉开距离 然后又捆住 让队友有拉扯的空间 主要当时伊德瑞尔 是不敢去E技能探草 但其实那种情况下的话 主要是在于草里面的时候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残血的一个塔姆 来再看一下这一波回放 这波真的塔姆他好冷静 他们整个团队的血量很好 然后捆到洛克是很漂亮的一点 但弗朗利斯的话 还是直接就被拉回来了 对 你看刀妹 这波先比刀妹 拉到对方身材 然后EZ 其实这一波牙膏已经做得很好 一直是在阻挡这边 耐自己的一个输出 而且一直的话 是在被这边的伊德瑞尔 创造一个输出环境 是 这时候我们还全都是一个残血 但这个时候奔战了出来 一直在前面去舔 一直在去给队友寻找机会 鳄鱼的话也是两进两出 但是自己的话血量也是很低了 攒了一个红怒的情况下 想要去找机会 但伊德瑞尔持续地找不着 这波很关键 Loken卡在视野外 所以我们上去的瞬间 他心凉了 直接被异技能再接Q 直接收下人头 对 而这边的伊德瑞尔的话 也是万无回天之处 因为刀妹这个W 他正好卡住了 EZ的那一波的输出 没错 所以成功的比一双人 拉住的同时 没有被换掉 这样是由Top拿到优势之后 第二条大龙 应该是要滚起高低的血球了 正面的京东 现在是要去找一些机会 现在绝对不能做一代币 还是要去打 去打一个正面 来想办法去阻挠到这边Top的一个推进 来看一下上一波的 团战的一个伤害 鳄鱼的话 也是尽可所能 打出了一个4000G的输出 对 你不都不说ROM这个 说实话 他这个新弹道做的 其实挺有价值 我的天哪 直接被秒 这边是一个破碎的秒表 没有任何的机会 这一波伤害的话 是直接溢出了 QAE一套 直接是带走 这样一个大招的一个伤害 所以现在就知道 易泽瑞为什么要出一个小语魔刀了 对 就真的跟这个绝对点 你没有火炕的话 真的扛不住 那这样远古巨龙 手握三条风龙 再加一条火龙的情况下 配合着远古巨龙的一个分贝的效益 那么现在Top要去配合着大龙buff 进行最后的一次推进了 对 他基础伤害还要再去叠加4个 所以现在他们的每一次品A伤害 都会附带远古巨龙的一个愤怒 他的伤害是非常恐怖的 都是真实伤害 那现在春歌也是拿到了 刀妹现在的复活甲加血手 也是很难扛的 感觉中路的这一个一塔 一开始守不住了 对 京东真的很难扛 这一波刀妹的优势装备了 而且现在京东一定是要忍住 小不忍则乱大谋 现在一定是要忍住 不能去开团 最少是要等这边Top的一个双龙回消失 才能再去找机会 对 而且这个机会说实话还挺难的 因为你现在对方的中单没有闪现 但是他有一个双宝 双宝的装备 一血手加上一个复活甲 而同时Loken也有闪现 是吧 还是看现在牙膏的一个进场 能够嘲讽几个人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在于 就算嘲讽了之后 自己队友的一个输出 是一定要跟上的 因为说句实话 就在那短短几秒钟 就在嘲讽的几秒钟之间 对 鳄鱼很关键 鳄鱼现在已经是有复活甲 加上一个西兰刀 它是有二次的打输出的机会了 是的 西兰刀的效果就在于 你开出大招之后 你每发平均都会减少 你其他小技能的一个CD 那鳄鱼的W啊E啊或者Q啊 它都很 技能本来 本身CD就不久 所以利用这个西兰刀的效果 它反战是能够打出 非常不俗的输出 没错 就看这一波Zoom怎么去打了 它闪现还没有好 最好是要等闪现转好 两路已经是高破 现在Top势如破浊 已经是把中下的兵线 都是推进去了 是的 这边的话 中路边现在是再次过来 还有16秒钟的一个打中buff时间 维克多一个射线 直接是把基础打回了家 这边的话 现在Loken A塔的速度很快 直接要开启大招进行清兵 牙膏的血量很残 先直接回家 这边的话Top 可能要直接拆基地 已经下这场比赛了 是的 京东这边想接战 但是这时候的输出好像 有点不动